我举办的机会到现在为止可能有一百多期了 就是全国各地的,里面有不高兴趣的 研究文章 当时是美国的一个社会学家写的 他当时意识到互联网上的形态 对人类的文化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然后他提出了一个文化 就是说人们在互联网上会 因为这个东西很轻 他很轻易可以改变你的位置 他说人们在互联网上就能够形成一个什么形态 就是每个人会去赞同他自己已经赞同的理论 对对对 反而会强化他自我,原来他自我认知 这推荐嘛 对 就是上席的个性化推荐 他会骑着心目的去反对自己反对的东西 那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什么 人们在互联网上没有得到什么学性的进步 结果是更加的成为了孤岛 我大概 那么他认为未来互联网会导致 我看过一个严重的孤岛 弱者如上其身 强者自古以来 你要记住啊 所谓的孤岛是因为现在弱 一旦强联合起来 这些 那就不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小圈子里 其实他很多时候 你看看网上的很多人 如果他们当中个体 他们是不敢凶的 但是一旦联合在一个 比较特别大的旗子之下 只要给他一面旗子 可以招引最多的人 他马上就参考去了 所以这面旗子很重要 比如说 他们之所以选择了孤岛 是因为弱 这个基本上是政治属性的弱 就是说人类天然是按照政治板块联合的 而且自己会自往 砍失自己的板块 在主流的话题的能力是大还小 上的媒体里面 谈论坊势的 谈论坊势的 自然是在一个手电 自然是因为这些大家关心 自然发展了化力 就是这样子 但是像你们那儿忠者 这个基本上就不适合 硬生存的东西了 所以呢 你们所谓的这种孤岛状态 恰恰是政治卓裔 没有给你席位的问题 也不可能有席位 因为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乱七八糟就互相对着干 就完全就是为了这个意见 感觉就是好像看了一个理由 就是说人的这个划分道德 对道德评价的时候有两种判断 就是六个维度 就是说有的人认为站不上 每个人认为站不上 这个是甚至是由于你大脑里 某种就是物理原因产生 你的脑构造就不一样 然后就这两种人 然后在一起就是这观点 有的就见到就会哭了 见到的跟左派右派一样 有的人就是生来好像就左派 生来就是右派右派 你说的这个 这个好像是外国有一些科学家在论证这个 就是有些人天生比较宽容 然后就变成所谓的白左 圣母表 然后这两种人在一起 不可能调固在一起 他们只能分成两种 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子 实际上这些观点 虽然虽然人性有这些种种 因为大全世界肯定是人不同的 不可能大家都相同吗 问题是政治本身就是有点 当人转换为群体的时候 个人是不重要的 就是说他政治首先实现人的脸 所以你这样讨论的问题而已 就现在就是美国这个党政 他已经就增到就有点 就是完全打破了以前美国那种 特别就是独那么党政的那种传统 他现在已经就越来越下山 他全都用上了两把 但是这恰恰是实际军的 就是说实在进步到这个毕度了 他自然就变成公开化了 而且事实上是美国把此前的一些 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解决掉了 所以才现在剩下就是一些细分的问题 比如说三世纪六七十年代 美国人主要解决的黑人 就是解放问题 还有反业战问题 这些都搞得不难壮阔的 为什么那时候是他们的国家首要问题 但是这些首要问题解决了 剩下就是其他乱七八糟 但这些乱七八糟又恰恰很难打成潜民共识 因为他太分割太小了 但我后来有的问题就已经达成不了共识 就因为人的 事实上加上不是为了达成共识 事实上加上是你必须得看见 他不是为了达成共识 就告诉你 我要多块钱 不管这个人数有多少 我要移民权 不管这个人数有多少 我要让你看见 逼你正式看见 因为像以前的七十年代六十年代那种黑人动 因为美国本身就是主体民族 就有个黑人 黑人实在太多了 你没有回避 你必须得去解决 但是黑人问题解决了之后呢 其实他也像拉美衣这种 你怎么才在你人口的反复自己 是吧 解决个毛线 有必要解决你 这时候你就只能发生 不断的发生 这种发生 你要是自己不发生那怎么办呢 那就更加长 基本盘就在这里 所以呢 如果基本盘问题解决了 我们才第二步要解决了 这个分享的这种小问题 一一切大的问题解决了 一切能够打成共产的东西解决了 然后是最麻烦的 因为剩下的东西都是没法打算 而且都很顺 对对对 特别小 一个小问题 还能确定记忆过 无数人员 你说特朗普 现在特朗普哪像一个国家总统 连建个墙都见不起来 为什么 很简单 那么这个东西太小了 你觉得很重要 另外一个人觉得根本不重要 我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 建个墙 把这个墨西哥人赶进来 可能有些都觉得 我就在墨西哥旁边 我很吃力 我会紧张 知道吧 但有些都根本就不开始 而且他们还从这个墨西哥的移民里面 得到了免费的劳工 然后降低了生产成本 他们还欢迎了 美国的那些女性子更加欢迎了 那么大的庞大毒品市场 那么多人需要毒品 有这个墨西哥人送来免费廉价的毒品 他不欢迎 大家欢迎了 所以这个建墙事情为什么闹了 美国政府都关门三四五天了 然后没解决 后来搞了紧急状态 现在紧急状态 现在紧急状态 好像又被吹发了吧 不会吹发 那还能搞屁呢 就这么小的事情 如果这些大的问题一旦解决了 这些小的问题就变成了厮杀场 就是大家厮杀的地方 你调和不了 但是调和不是为了调和 而是一定要记住 人类政治有个特别 首先你得展现出来 你不 就是说 你不展示任何问题都好像有问题 你不说出来 我觉得中共现在也挺好的 你要不提你那个小圈子的问题 所以他们知道 你们几个人在那种跳舞 你们几个人在一个站场 我谁管你啊 你爱怎么玩去怎么玩去 中午在我批事啊 还有那种什么 李权 现在李权都会搞出一个什么 中华田野李权 但是实际上真的是田野李权吗 实际上真的是田野李权吗 实际上是他们以李权的名义 说话根本没人听 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去极端化 我就把我所有要的权力 特别极端 极端到你不能接受低度 然后你自然就要反弹了 自然不得不关注了 就是为什么 因为观点你如果平和中正 比如说像他国系状态 在一个小圈子里面 你说是我们这几个人 你要不说我们谁管你 所以谁管你 在那小地圈子跟我玩 都多么少 谁管你啊不管你 你管你们玩得好就行了嘛 你们有没有什么数据 是吧 即使你们有数据 我们不答应了 就这样子 但是像李权 为什么走到了中华田野李权这一步 真的那些说这些言论的人 真的是没有脑子 不是 而是我以前已经苦口婆心的 已经按照正常议程的方式 已经很温和的表达 以前你们当我是个屁 正常反应 正常处理 正常处理 正常处理就给你们处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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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